但是牛这边还可以再踩啊 踩出大量的蜘蛛和一个力气 经典游戏永不过时 大家好啊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雪岩 今天我们来看魔兽争霸森的比赛 是由令来引证的是Habby 之前的话呢 我有上传过令的第一视角 大家都说很好看 这次呢我们来看一下OB视角 看一下这两个人会擦出什么样的核花 地图的话来到了是LR这样的地图 右上方蓝色的亡灵是Habby 欧皇彭雪 而她对手左下方红色的兽人呢 是令神 无缺点总是令 令神 好我们来看一下 Habby这边的话 应该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开局啊 依旧是一个DK 因为可以看Habby的比赛也好 第一视角也好 她的直播也好 其实她的亡灵的变化相对比较少 除了在EI上面 或在其他一些图上面 她会使用的是开矿 像力气开矿这样一个战术 但是基本上面 她还是一个亡灵铁三角的一个组合 就是Habby是可以把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战术 单一的战术可以练到最大化的一个人 就是她你知道她要这么打 你知道她这个点 她要出DK了 她要升本了 她要出力取了 她要出三发了 这个流程下来她可以做到零失误 这也是为什么她可以封神欧皇的一个原因 另一边的话 她依旧是一个先知的首发 我们可以看得到 虽然很多人说 雪爷你为啥这么不喜欢先知 我没有不喜欢先知 我只是觉得先知这个英雄的软肋有点明显 不过她的优势也很明显 她前期做的一些骚扰 练集 分散对面的注意力 这个不是剑胜可以做到的 但她的软肋确实比较明显 好这边看到两边的英雄也是同一时间走出祭坛 DK的话呢应该要去招一下骷髅 然后进行第一组练集 先知的话这个时候是马不停蹄过来 去骚扰一下DK的练集 好已经是过了中场了 DK现在是要开练第一组点 看令晨这个走向 应该是想去家里面先看一下 而Happy这边的话 她的家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是有冰塔的 那么她冰塔已经是在变了 这个冰塔已经是变得比较早的一个冰塔了 那么等一下这家里面应该骚扰不到东西了 先知线辗转过来看一下 Happy这边的练集 这边是想抢第一个怪 有没有机会 两边人都S了一下 最后一点是被Happy收掉了 算了抢怪有点难 要不骷髅来一个 这边可以有骷髅经验 最后点一下 好的 骷髅经验加1 这边能不能赚第二个骷髅经验呢 还是有两个狼在的 最后一下 哎哟没有能够赚到 好的也是看到Happy是点下了2本 同学可以看到令神的2本是要比Happy快很多 因为她是单地动跳科技的 那么前方的话猎头也是赶到了战场 令神这边的选择是继续骚扰呢 还是说自己也可以去趁势练个点 感觉她是想选择继续去骚扰 不让Happy来练点 那这里Happy比较苦啊 收了一个小点以后 一直找不到机会去练第二个点 DK现在还是一级没有光环 并且她的4个小弟是有时间限制的 等一下打了打 这个4个小弟可能时间都要到了 好这边的话又赚了一个骷髅 那么令神过来是两个骷髅经验到手 这边再召唤两组狼 去骚扰一下 这里分冰了 还有一个残血的骷髅 但是感觉距离有点远 诶她居然走过来了 那对不起就是你了 骷髅经验又加1 一直在偷点Happy的DK 因为知道你亡灵的弱点是前期 就是在你二本好之前 没有车子这个时候 她的回血其实还有点难的 DK现在是被耗到了半血 就是黏着你啊 就是我先知不练级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DK不练级你不能接受 哇这个DK被点得很伤啊现在 好的可以看到的话 令神二本好了以后 秒点下了自己的牛头作为一个二发 现在亡灵的二本还有几秒钟的时间好 DK这段时间真的是什么事都没有干 回家里面再召唤两个骷髅 终于亡灵二本也是好了 这里可以看一下双方三本的时间 这个令神的三本 点得要比Happy的三本 点得更加快一点 这是一个速三的打法 非常的飘啊 而Happy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她是点下三本以后 在补下了BH以后再考虑出产力去 那么她的这个二发时间要比牛头晚太多了 牛头马上就要走出祭坛了 现在力去还没有点下去啊 好那就是已经出来了 哇前面这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Happy这边我也被那么伤吗 这边一个蜘蛛 哪一口但是被网住 这蜘蛛可能还是要交代了 没错 Happy在这个时候居然死了一个蜘蛛 这样的画面 我看Happy第一视角和她的比赛 很少能看到这样的画面 终于是点下自己的力取了 那么这里开局打到这个时候 我可以说这个先知打出了她应该打的价值 接下去的话 她讲究自己的老牛就可以了 而且你可以注意看的是 另的三本科技非常快 已经三本升到过半了 老牛带猎头现在是在单猎 而对面的力取还在祭坛里面 DK摆脱先知以后 终于有机会可以偷练一下 那么现在是两级 差一点到半的一个DK 老牛的你这组收了以后 也要到达两级了 现在令神是全面领先啊 科技领先 英雄等级也不落下 牛头两级 力取终于是要走出祭坛了 三本的时间 令神更快一些 好这边的话 应该是双方进入到个比较平稳的练级期 那么DK是要尽量把自己等级给补上来 先知也同时把自己等级追到了两级 那么两个人在一起 先稍微的练一下 狼奇的王也是在身 立即出来以后呢 也是第一时间要去练级 因为我们知道HAPPY对练级的渴望 好的 令神这边三本是已经好了 第一时间点下升级的是大猎头 HAPPY的三本也是已经好了 人口方面的话两个人现在是一个持平的状态 现在双方是进入到一个平和的练级期 因为在开团前 双方都要把自己的二发练到三 那么这里的话 可以看到令神的三发是一个小歪 HAPPY应该是要买中立的游侠 他是比较喜欢游侠来打一个先手 因为他有沉默的技能 但现在还没有买出游侠 三发是小歪 同时的话也是在出产科多 46人口了 50人和部队马上就要成型了 并且牛到了三级 这是个非常关键点 牛身上有一个无敌 还有一个大蓝瓶 等一下开团的时候 这个真的是 如果他能找到先手去踩的话 那么这可能是对亡灵部队致命的打击 科多走出了兵营 同时科多的光环也是在升级 这边HAPPY还没有买自己的三发 先知这点收了以后 到达一个三级 那么小歪等级再提一提的话 我觉得令神这边已经是完美了 好的 那一口这边的骷髅 本来是想来侦查 但是看到了令的部队以后 那么他的命也就留在了这里 HAPPY这边开练一个黑点 这一波的开练这个点是非常的大胆 打到了一个血石 这边是被小歪看到 但小歪一个人感觉不太敢上 大部队在后面 大部队快点跟上 哇这个小歪一级 这边令没有选择抓过去 因为感觉对面已经练完了 所以在旁边想收掉一组小点 令可能觉得他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不太想去正面跟对面 这么早起冲突 我们来看一下牛的宝物非常不错 有一个吼叫 还有个灵巧头巾 无敌 头环 都有 先知的话 蓝平是给到了先知身上 然后还有一个TP 继续练击双方 再收一个点 游侠终于是出来了 7级的海外点 赶紧要提一下游侠的等级 这里 4级DK 这么劣势都可以把这个等级给提上来 不愧是Happy 好 小歪这边的话 也提到了一个2级 双方近5分钟都是在疯狂的练级 丝毫没有任何打团的想法 就是练级练级打宝打宝 让下经验给小歪 好的 两级半的小歪 而Happy 可以看到首发二发一等级没有任何问题 可能小黑要到三还是有点难 但练神这边的小歪到三不是梦 这组练完以后就可以到达三级了 只要这边稍微让点惊艳就可以了 雪石给小歪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宝物啊 这边没有让经验 所以小歪没有到达三级 不过等一下一开团 只要有杀兵的话 就可以秒到三 人口的话 令是直接报人口 同样Happy也是报人口 因为这一波部队打正面的话 正面人口一定是不能少的 那么 中间这一波Happy准备压过来了 两级的游侠 三级半的力曲 和四级的DK 令神已经准备好了 牛直接走在前面 直接过去又是一脚 哇小孩没有来得及沉默 因为直接是被养掉了 先再接一个闪电链 这一波这个阵型 另抓的非常的棒啊 大猎头在后面 也是疯狂的输出 再养掉一个力曲 就不让你有三级 一个好的输出点 牛是把五一顶起来 再一次踩一脚 这一波的话 人口现在Happy还有55 但另掉10人口左右的部队 我们再来看一下 科多还是有两个 这是个好消息 游侠先选了 不产将相激活 这一个先知 我还好点出这个TP 一个nova上去 先知瞬间秒红 这一波人口上面 虽然说Happy打转 但是我觉得令是能接受的 他掉了10多人口的部队 但他科多是保存下来了 开团的时候 Happy是57 令是61 打到了一个48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团 但是没有打转是肯定的 不得不说 这一波令打的已经很完美了 牛是一个先手啊 Happy这个 这些团能力真的是太强了 继续去练极 那这一波练完以后的话 看一下小黑吧 他能不能练到一个三 估计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难 因为这是三个人一起练的 DK非常肉 有两个戒指 这一波这个阵型是把Happy挤在里面了 这边是想去打吗 哇 牛直接想冲过去吗 这有点窄也不太利于自己展开啊 还是想打直接选的抽了过去 勾引一下 要把对面拉出来 Happy现在怎么办 他是有TP的 两个人都有点犹豫啊 老牛上啊 你有无敌的 好的上了 没上 你这个是在勾引对面 还是在勾引我们呀 你到底上还是不上啊 另选择的非常球稳的打法 这个Happy是在等他过来冲 雪晶球照一下 看到另的部队 四级的牛 这个牛可能是个非常大的隐患 这两个人 Happy说你来呀 另说你来呀 毁灭挂树 再来飘一下 看一看 谁都不太敢打这个先手啊 两个人 但是另拖出了苦弓 这个画面太有爱了 两个人在这边挂机 有一分钟了 还不倒吗 家里面东西该卖就卖 而且我们看下Happy人口是64 但是他有很多人口在家里面 好的谁都TP了 因为他正面根本没有64人口 家里面有好多病在造 所以现在TP回去以后 补给一下 集结一下 那么另看完你TP以后 果断也选择撤退了 那么这等于是白赚了一本TP 好的 Happy回家以后呢 是没有再买TP 直接是买了一本群补 这个会是一个隐患吗 他现在正面的话 是有64人口 超过另的人口 这一波还是想打的 因为这个图上面 Happy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往后击打的想法 也没有任何开矿的想法 这一波是要打正面 来看一下宝物 DK是有一个群补 立即是有一个雪石 那么先知也是有一个雪石 和一个大蓝品 牛头是有一个无敌的 那宝物上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可能令神更加好一点 先知再购物一下 买了一个粉 再买了一本群补 这个宝物上面的话 令神领先了 而且趁这段时间 令神又爆出了10人口的部队 这一波另准备好 打这个团了 70人口的正面亡灵 60人口的正面受阻 这一波 来看一下 谁拿的一个先手 这边先过来 一个NC 猎头直接拿起来 并没有死 牛找机会 想过来踩这一脚 直接被沉默 但DK的位置很尴尬 直接是被网住牛 把无敌顶了起来 疯狂在点DK 直接是被杨的 DK非常危险 直接往后钻 好在没有死到这里 先知到一个四级 但是牛这边还可以再踩啊 踩出了大量的蜘蛛 和一个力去 这边的话 扬掉DK小秒 力去 力去 最后一下 力去 点掉 哇 这一波这个团 令打得完美啊 恭喜令神 再次战胜 Happy